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话题 首先,我们将探讨俄罗斯军队在过去一周所取得的微小战术进展 以及乌克兰开始收到美国军事援助的最新动态 其次,我们将转向亚洲 看看菲律宾与美国在南海举行的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模拟击退海上入侵的场景 最后,我们将讨论苹果公司的最新iPad Pro广告引起的争议 该广告被批评缺乏敏感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充满紧张与挑战的时代 世界各地的政治、军事动态和科技创新都在迅速变化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 到菲律宾与美国的联合军演 再到苹果公司最新iPad广告引发的争议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也反映了技术创新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 首先,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报道了俄罗斯可能开辟新战线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尽管乌克兰收到了美国的军事援助 但俄罗斯军队仍在北部边境集结力量 准备面对潜在的新战线 这种紧张背景下 欧洲寻求加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基础 确保武器交付不再受政治问题干扰 俄罗斯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和乌克兰的防御努力 展现了冲突双方的策略和挑战 同时,半岛电视台中文网还报道了 菲律宾与美国在南海举行的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模拟击退入侵的场景 这场演习不仅是对中国海上后院的武力展示 也是美非两国亲密盟友关系的重大政策转变体现 演习的地点选择和实施的具体行动 如发射导弹和使用榴弹炮击沉目标 都显示出两国在确保区域安全方面的决心和合作 在科技领域 苹果公司发布的新款iPad Pro广告 引起了广泛争议 星岛日报报道称 广告中以工业业压机压碎传统创造力工具的画面 被批评为缺乏敏感度 特别是在创意界EAI的出现而忧心前途之际 苹果公司随后为广告内容公开道歉 说明其原意是想展现创意如何通过iPad实现 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国际政治与军事领域的紧张局势 也反映了科技创新如何影响现代生活和文化 无论是军事冲突 地缘政治的博弈 还是科技产品的市场推广 都需要在敏感性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国家 企业和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适应新挑战 把握新机遇的问题 在瑞典马尔默士举行的欧洲歌唱大赛准决赛中 一名以色列参赛者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议声中成功晋级决赛 这一事件在香港电台的报道中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报道 尽管现场近9000名观众的情绪高涨 但活动期间并未发生任何事故 这名以色列参赛者通过电视观众的投票 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 此外 超过1万名示威者在马尔默士内集会并游行 表达了对近日在加沙情况的不满 以及对以色列人士参赛的抗议 与此同时 在美国纽约 一间私立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设立营地 以示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声援 香港电台的报道指出 至少有20名大学教授参加了这一活动 这些师生要求校方撤回与武器供应商的合作 并呼吁不要起诉参加示威的学生 同时要求警方撤离校园 这一行动是对以军空袭加沙期间造成的伤害的反应 其中包括一名来自巴勒斯坦的教授的死亡 在另一方面 非洲大陆正迅速成为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的新前沿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揭示了非洲在人工智能未来的巨大潜力 尤其是在医疗保健 农业和教育等领域 非洲国家为了推进人工智能研究和创新 需要对计算基础设施进行重大投资 而美国和中国都有可能成为这些举措的重要伙伴 南非作为非洲大陆上迅速追求人工智能的国家之一 已经建立了南非人工智能研究所 并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推出研究中心 同时 美国和中国都在非洲投资人工智能 谷歌在加纳开设了第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 IBM在肯尼亚和南非设有研究机构 美国政府贸易倡议组织繁荣非洲 正在推进与非洲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下的伙伴关系 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投资非洲大陆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 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不仅在科技领域 也体现在对非洲未来发展的影响上 这些报道揭示了全球范围内对权力 科技进步和人文关怀的复杂讨论 从欧洲歌唱大赛中的政治 抗议到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声援活动 再到非洲大陆上的人工智能发展竞赛 我们看到了全球化时代下 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当前的国际关系和科技发展趋势 也提醒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 不应忽视人文关怀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的复杂舞台上 每一次的外交活动都可能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关键一步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匈牙利时 宣布中国与匈牙利的外交关系将提升为全天候伙伴关系 这一动作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这一升级的伙伴关系是在习近平访问欧洲的最后一战匈牙利时宣布的 这也是习近平五年来首次欧洲之行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布达佩斯的会晤中 习近平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进行了深入交流 欧尔班自2010年上任以来 一直积极推动匈牙利与中国的关系发展 两国宣布签署18项双边协议 旨在加强经济和文化联系 其中包括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石油管道项目 以及在核领域的协调合作 这一系列动作不仅加深了中兄之间的友谊 也为中国打开通往欧盟的重要门户 与此同时 在东京 一对巴西YouTuber夫妇在驻地市场拍摄美食介绍视频时 意外捕捉到一名窃贼在短短三秒内偷走路人银包的一幕 这一事件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提醒了人们即使在治安良好的日本也需保持警惕 这一事件由星岛日报报道 引起了人们对日本治安的关注和讨论 同时也体现了社交媒体在现代社会中传播信息的速度和广度 另一方面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了美国总统习近平 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背景下 对向以色列转让武器问题上的最新态度 拜登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拜登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如果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等人口中心发起大规模进攻 美国将不会提供用来对付拉法的武器 这一立场表明了美国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一定限制 同时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冲突地区平民保护的关注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全球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动态 展示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 还是社会治安问题 亦或是国际军事冲突 都体现了在全球化时代 各国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每一次的外交活动 社会事件和军事决策 都可能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关键一环 影响着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在一个世界正经历剧烈变化的时代 从政治动荡到自然灾害 每一个事件都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心态 这些故事从美国的校园抗议到英国的政治变迁 再到自然灾害的破坏 都揭示了一个不断变化世界中的挑战和响应 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场事件成为了焦点 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 该校因支持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动而引起争议 一些学生家长对于校方要求警方 介入清场的决定表示不满 要求校长等高层引就辞职 这批家长、学生、部分学校职员及校友 一同举行记者会表达对大学高层的不满 认为校长要求警方介入清场是基于不实信息 以及误以为学生会危害校园 这起事件不仅凸显了校园内部的紧张关系 也折射出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与此同时 自然灾害的威力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展现得淋漓尽致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场龙卷风对林肯区一间工厂的破坏 仅仅15秒就将其移为平地 这场属于EF3级别的龙卷风 以每小时254公里的速度席卷而过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尽管当时工作的数十名员工幸免于难 但工厂几乎全毁 公司不得不裁员62人 另外70名员工则被调派到其他工厂生产线 这场灾难不仅带来了经济损失 也给受影响的员工和家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英国政治风云也在变换 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环看天下》指出 英国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创 失去了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 而在野的工党则成为大赢家 这次选举被视为是对保守党执政表现的一次重大考验 结果显示出民众对当前政府的不满 分析人士认为 英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是保守党遭受重创的主要原因 这场选举的结果 可能会对保守党继续执政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点 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 但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无论是在政治、社会还是自然面前 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校园抗议到自然灾害的破坏 再到政治变迁 每一个事件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和作为 寻找能够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方法 这些事件告诉我们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都需要更多的理解、同情和行动 才能共同面对和克服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国际政治的风云变换令人目不暇接 从美国在香港的呼吁 印度与马尔代夫之间的紧张关系 再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 每一件事都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走向 同时也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构成挑战 首先,来自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揭示了美国对香港网络自由状况的关注 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梅如瑞 Gregory May强调 香港若想保持其作为主要经济中心的地位 就必须确保网络自由 这不仅是香港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一大优势 也是维护其竞争力的关键 然而,随着香港当局对网络内容的审查 这种自由正受到威胁 美国已经取消了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并对其官员实施制裁 表明了其对香港自由状况的严重关切 另一方面,美国之音中文网 还报道了印度与马尔代夫之间的紧张关系 印度敦促亲中国的马尔代夫缓和局势 并改善两国间的关系 随着马尔代夫新总统穆伊祖上台 他采取的亲中国立场 以及要求印度撤出士兵的行动 加剧了中印在该地区的竞争 印度作为马尔代夫的主要发展援助提供者 希望通过对话推动双方关系向前发展 而马尔代夫则试图减少对印度的依赖 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 在中东地区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再次升级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以色列宣布停火谈判破裂 决定继续在拉法等地区进行军事行动 这场冲突不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示了担忧 并警告说 如果以色列攻入拉法市内的人口密集区 美国将不会提供军事支持 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回应表明 以色列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 继续齐军事行动 这些报道展示了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也面临着与他国关系的调整和冲突的风险 无论是在亚洲的香港和马尔代夫 还是在中东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国际社会都在寻求平衡 努力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生活 也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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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